今天比賽的評分項目 大家都知道總共有四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我們的美感 第二個是我們的創意 第三個是我們的技術 第四個是我們的儀態 這四個加起來是兩百分 每個項目各五十分 大家好我們是來自自新隊 我是來自屏東的李嘉珍老師 然後我是來自台南 肩膀威威的芸汐老師 是來自高雄 我們是蜜亞美睫雲璇老師 我們的主題是江年華 就會比較豐富 有羽毛也有水鑽跟小花的呈現 都是我們親手做的喔 像那個羽毛 還有我們的頭飾不是滿現成的 是我們親自去挑羽毛的顏色 然後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還蠻努力在準備的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們是捷舞娃娃隊 我來自台南 我們店是美睫兒 我叫捷雲 哈囉 我來自彰化 我們店是朵樂美睫 我叫做童倫 哈囉 大家好 我來自台南 我是天使娃娃美睫 然後我叫仁詹雲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感謝總監 就是舉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大家可以來參與 然後得到這個獎金跟獎盃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大概就是 以睫毛的顏色跟銜接做變化 然後來做一個創意彩結的比賽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L58隊 我是L58板橋店的店長張嘉平 大家好 我們是L58隊 我是那個高雄時尚店的店長葉竹廷 大家好 我是高雄時尚店的兒江玉寧 很開心今天有這個機會 代表L58的所有團隊 來參加這次的超級盃第一屆大賽 那我們這一次呢 使用的主題是乾燥花 那Model眼睛上面的話呢 我們有用乾燥花的各個素材 拼湊成一個彩虹的顏色 從紅成黃綠藍電子 那他眼睛上面呢 除了羽毛還有一些乾燥花之外呢 我們另外還做了一些小捧花 最後下睫毛用亮片的方式去點綴 那整體的造型呢 塑造成一個就是早春春夏新款的感覺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作品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高雄古甲地區的風玉美睫 我叫蔡依倫 然後來店裡面的話就找阿粉就對了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南公主食尚美學 大家好 我是來自高雄 花姐美甲美學館阿花老師林文玉 非常感謝艾美食尚美睫給我們這個比賽的機會 然後讓我們在不同地區的老師呢 可以一起來參加比賽 然後非常榮幸我們有得到這個優勝的獎杯跟獎金 那希望我們下次比賽的時候可以拿到更好的名字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Stella 時尚美節在桃園的店長Stella 大家好 我是迪迪睫毛時尚美學 來自新北市土城的店長迪迪 我是來自台中的303美學時尚概念館 那我們今天這一組的主題是聖誕彩色節 那我們是配合12月聖誕節歡樂的氣氛 幫Model設計的綠色跟紅色的解碼來做變化 那另外再加上很特別的唇裝 你們可以看得到我們Model的唇裝是有加上亮片的 這樣子會非常適合聖誕節歡樂跟繽紛的色彩 那這就是我們以上所有的構想主要的就是設計聖誕節一個歡樂跟繽紛的感覺 謝謝 家好 我們是CCL 對 就是Cherry Candy Linda 我們都是在台北東區 然後我是在耀眼美人時尚美顏館 然後我在Candy美學概念 我是Linda美節美學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參加那個超級野盃的比賽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作品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黑姐魔女隊 我是隊長邱莉龍來自新北市的三一元美節 我是達一副來自台東的水時尚美節 我是羅婷婷來自台南這一節工坊 這次我們的主題是黑姐魔女 然後主要就是配合睫毛還有一個魔法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今天幫模特設計的是魔女的眼淚 所以上面會有銀色的雪珠下面搭配金色的雪珠 然後再加上金色的亮粉再配上一些有顏色的羽毛 表示其實魔女的羽衣是很輕很柔的 所以接接毛讓你一點負擔都沒有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金門那個捷寶 然後很榮幸能參加這次的比賽 對 大家好 我是解剖美妝的高雄任何店 然後很榮幸今天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大家好 我是來自嘉義JOB捷寶美妝的王文如 第一次參加這種比賽覺得很興奮很緊張 對 但是從比賽中學到了很多經驗 對 謝謝 比賽中學了才是這樣子的 對 但是從比賽中學到達到家 對 但是從比賽中學到達到家 對 但是從比賽中學到達到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